HELLO HELLO 各位,我又出現了 這次帶大家來到廣州 看看這裡的早晨是怎樣的 現在我就在一德爐這裡 看看多安靜 因為現在是早上7點 這裡所有的海味店都還沒開門 馬路上只有零零碎碎地上班 不過在這段影片出門的時候 學校基本上是放假的 所以會更加少人 在這個又好天又安靜的清晨 看到這裡的騎樓 會顯得特別漂亮 這裡的騎樓其實都有點舊 但它的樣色比較特別 除了有常見的南洋風格之外 這一帶還有一些 仿巴洛克風格的騎樓 其實是廣州只有幾個地方 有這些騎樓 說起一德爐的建築 就少不了這一座教堂 這座在1863年建造的石室聖心大教堂 是世界上僅存的四座全石結構的哥德式教堂 是懸崗路這一帶的西式建築群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海豬南這邊就開始熱鬧起來了 人和車都慢慢播放了 就在一德路 海豬南的雷店裡面 有很多這種早餐店 特別是腸粉店 就看到這裡的小腸粉店 其實都是挺多人的 因為對於那些上班上學的人來說 最緊要方便 好不好吃呢 其實在這個奸店 其實是另外一回事 當然啦 新鮮的腸粉 基本上都是好吃的 還有腸粉 其實我覺得只有好吃和很好吃的分別 在這些內街裡面 還有那些單車房 有些會被改成賣菜的攤壞 那些上了年紀的叔叔阿姨 公公婆婆 早上到街上買個菜 然後再回上去換衣服 就可以出去喝早茶 挺方便的 還有這裡就是賣蔬菜水果 沒有賣魚 沒有賣肉 其實周圍的環境都是很乾淨的 然後再穿過這個迷你街市 來到這個大新路這裡 大新路這裡其實是一個很傳統的住宅區 看到這裡很多東西都有差不多歲月的痕跡 雖然說有些舊 但是看到它整體的保護都保持得不錯 一早來到這裡 就可以感受到這裡是很安靜很舒服的 這一帶呢 其實還有那些比較古老的航檔 好像那些賣絲頭 賣布這些加上廣州已經不多見的店 都可以找到 這些店呢 看來很多都是一袋一袋的傳下來這裡 由於時間關係都8點多 到這個真正的上落班高峰 廣州又開始多人起來了 今次的廣州早晨來到這裡就告一段落了 這個系列其實主要是想給大家看看這個不一樣的廣州的 給大家看看它安靜的一面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下次也會繼續跟大家說說廣州早晨 拜拜